回到這個星期的尖前故後 我是你們的主持Leslie 其實大家都知道 今天看一看日子應該屬於10月29日 當然大家都知道我們這段時間 其實你們在看的是一個錄播 因為我們都在忙著 在沾沙咀碼頭那邊的街站做一個簽名的運動 所以大家現在繼續都是在看我們這個錄播的節目 但是同一時間 我們都要說一說 其實我們在過去這幾個星期發生的事 其實我們最近這幾個星期到區 跟人收集簽名的時候 原來很多市民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我以為政府說不拆的了 不是說不好意思 原來也是說要拆 又是說拿六成 然後很多市民都很踴躍 來跟我們簽名 還有上個星期日 大家可能在收音機早上 9點多 中午11點 為何有人說尖沙咀碼頭 巴士中站 其實就是因為上個星期 我跟商台那邊 9點多指 UrbanTouch的節目 就做了一個錄音訪問 我們就去到尖沙咀碼頭 即場錄音 說一下在尖沙咀碼頭的感受 大家如果有881903那邊 可以聽回archive 或者如果不是上網找 應該都很容易找到 其實那個星台 也都很感謝很感謝一件事 就是當那個節目出了街之後 那天星期日的下午 我們下去做街站的時候 很多朋友都說 他專門因為聽到那個節目 之後下來跟我們簽名 所以這個真的很感動 很感動 很感謝九吉子 一直幫我們做了這一集的節目 很感謝他 令到多謝很多市民 知道了這件事 除此之外 接著我們要講到的 其實就是唐英年的網頁 剛剛我們看到他的網頁 有些東西關到尖沙咀碼頭的 巴士中暫示 是甚麼 大家可以上去看看 大家看到唐英年三六令 360度 其實他的意思 不是說 又要看他的雨事 但其實這個唐英年三六令 到底是甚麼事 大家拉下去 又跟尖沙咀有甚麼關係 寫上座 拉下去看看 到底是甚麼事 畫面大家可能未必看得太清楚 我highlight了一段出來給大家看看 OK 到底是甚麼事 就是說他童年的時候 他有一段在唐英年三六令 裡面的簡介 後來升上了培政中學 每天自己坐渡輪過海 然後在尖沙咀碼頭 搭巴士上學 當時搭車 沒有排隊習慣 巴士一賣站 大家即蜂擁而上 禮讓等於搭下一班車 中學最期望的 除了放小息 就是中午跟同學外出午吃飯 碟頭飯方便快捷 最回味是鍋彈牛肉飯 好了 這一段大家也看到 原來連未來以此特首候選人 未來以此特首唐英年先生 原來都是尖沙咀的巴士總站 和天星小倫的其中一個用家 當年大家都以為公子哥 應該有車接送 誰知原來回中學時 他都要做到這麽平民化 要坐天星小倫 要坐巴士 但我有一個疑問 唐先生 尖沙咀碼頭的巴士總站 站坑有排隊的處 有站的月台 為何不排隊 即是大家蜂擁而上 沒有排隊習慣 禮樣等於乘坐下一班車 排隊應該不是禮樣 排隊應該是天經地義 上巴士大家都是要排隊 為何會是蜂擁而上 這真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不過無論如何過去都成為過去 到底唐先生對於尖沙咀碼頭 巴士總站的保留問題 不知道你有什麽意見 我現在公開一個呼籲 好希望唐英年先生你表一表態 到底你是支持 拆了現在這麽有歷史價值 和實用價值的巴士總站 去一個無謂的露天廣場 還是 其實你覺得這個巴士總站 應該是要保留下來呢 唐先生我將會找一個公開場合 希望可以進去問一問你這個問題 亦都很希望你的答案 令到我們很多市民都可以滿意 因為這個都是你的過去一段生活 一個很重要的回憶 真特首現在他會保育中環 保住自己的老居 其實所說的保育中環 保留了荷里活的警察宿舍 唐先生不知道你有什麽高見 所以這件事我們將會 希望有機會可以問到唐先生 我亦都作為公開呼籲 如果他看到這段影片 歡迎他在他的網頁上 亦都可以給我們一個回應 無任歡迎的 或者上到我們的facebook.com 斜動然後到我們的bus terminal 尖沙咀碼頭巴士總站 這個fans page 歡迎唐先生上來 另外那位二次特首候選人唐先生 我們暫時都未見到 他有任何關於尖沙咀碼頭有關的 一些瑣碎事 但是我們都很希望 梁先生亦都可以公開 作為一個表態到底 應不應該拆了這個 這間這麼有實用價值 和歷史價值的巴士總站 尖沙咀碼頭那邊的巴士總站 如果有機會看到梁先生 我亦都很希望可以問到他這個問題 亦都公開呼籲他 亦都可以作出一個公開的表態 好 講完這些事之後 亦都想講一講 另外一件事都關於巴士服務的問題 我們去過畫面看看 其實大家現在看到的畫面 就是在特區政府的立法會裏 的交通事務委員會 有一個公聽會 叫人各界提交意見書 所謂何事呢 其實就是有三間專利巴士公司 他們的續約的問題 專營權延續的問題 包括哪幾間呢 就是新世界第一巴士 即是新巴 龍運巴士 龍運 以及成巴的機場和不達如山 網絡的專營權 下面叫專營權2 將會在2013年 即是過了兩年之後就戒滿了 現在政府計劃在今年第四季 開始新巴、龍運和成巴的專營二權 商討延續新專營權 以便在新的專營權戒滿之後 立即生效 好了 交通事務委員會 現在邀請各界公眾人士 就新專營權的規定提出意見 有關這件事的進一步詳情 大家可以上去看那份文件 就是這個 背景資料 以及巴士服務的研究報告 那方面的情況 大家可以上去看看 如果大家是有意見的 其實也可以寫意見書 去到立法會的交通事務委員會 截止限期會是10月30日 今天是29日 即今晚大家看完這個節目 覺得有些意見 可以電郵給立法會的秘書處 如果大家想寫一篇文件都懶惰 或者可能寫一篇文件都覺得不夠演繹 想親身上立新立法會大樓發表一下 其實也可以去到畫面看看 其實大家可以看 如果你想出席這個公慶會 可以在2011年11月7日 星期一下午4時半開會 你可以在提交回調時 寫明你想出席這個會議 就可以進入立法會大樓發表你的意見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未去過新立法會大樓發表意見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如果大家對巴士服務 加通服務有甚麼意見 也可以去發表 我自己個人而言 我都會報名出席這個表達意見的機會 其實都有幾個要點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因為早前都有不少的單車使用者 他們的單車友都跟我反映過一個意見 其實是說甚麼呢 就是說原來現在他們 就算帶一輛接著入口袋的巴士 入口行李的巴士 上去這些好像一般行李想上機場巴士 那些原來都是不行的 巴士公司的那些副例裡面 就是不讓他們帶任何的單車上去巴士上面 其實這件事已經作為香港而言 其實已經作為全國亞洲而言 全世界而言都頗為落後 因為其實在近一點 好像我們現在隔個飛三個小時已經去到的地方 台灣這樣算 其實最初是一些較為二線三線的城市 容許別人接著單車上去巴士上面 但到最近可能大家看回之前我幾集都講過關於單車上巴士的問題 在台南那邊已經本身是可以容許整台單車 是上去巴士的車廂擺 日月潭亦都可以容許環湖的巴士 都是被人整架單車帶到巴士上面擺 但是最近我看回一個新聞 是台灣那邊說原來其實連台北市 現在都開始推行公交容許單車上車輛的情況 其實是怎樣的呢 就是接得來的車可以讓大家放上巴士上面 但是如果接不去的車 城市來說有一個問題就是可能車廂空間有限 它未必可以容許到好像 現時我們看到台灣 剛才我說台南那方面 擺一架完整成的大單車帶上巴士 但是原來它是專門做了一些車頭的單車架 就可以讓單車擺在巴士的車頭 乘搭巴士 如果你踩單車 例如出到某一個路口 你說要乘搭巴士去遠一點的地方 你再將單車擺在車頭上 其實這件事也是很普遍全世界來說 但是內行我們香港的巴士服務 都還未夠與時並進 其實所以現在我亦都會其中一件事 爭取至少要有一個新的開始 就是接得上的單車 在我的意見中 就是要它給上機場的龍運巴士 和東沖線的龍運巴士 和機場的乘巴 和東沖線的乘巴 都應該可以上到一個接得上的單車 爲什麽會這樣說呢 因爲其實在東沖以至大嶼山 我們是一個這麽漂亮的地方 一個這麽郊外的地方 很多朋友他們都需要 想說星期六日舒展身心也好 作為一個公共交通或者區內的朋友也好 他們很多時都需要使用單車代步 但是如果使用單車代步之後 要去轉成一個巴士的話 現在他們是沒有辦法 只可以做到什麽呢 就是把單車勾在一些路邊 巴士站附近一些欄杆上面 其實全部這些都是非法泊車 其實亦都引申到一個問題 就是阻礙到某一些行人路的路段 亦都是好像上幾集 我們都邀請過一些單車使用者 上來講過 他們會遇到被地政署 去剪了他們的車 沒收了他們的車的問題 其實但是如果那個單車 可以連人帶車上巴士 是接得上那一隻 其實它用的空間其實是有限 和和一件普通的行李都是沒有分別 而最重要是東沖所有的巴士 所以基本上出對外的巴士 都是已經設置了一個行李架 那個行李架 足夠可以容納這些單車 不需要什麽特別的改裝 亦都不會增加到巴士公司 一個成本方面 說專門要改裝的車輛 其實是不需要的 這個將會是第一步 可以爭取到 令到這個單車更加友善的政策 對於單車試用者 亦都對於巴士公司 可能是帶來一些新的客員 而不需要帶來一個額外的投資 為什麽呢 其實如果大家可以 是帶了單車上去的時候 星期六日你家裡 你例如住新界其他地方 想去大嶼山踩單車 或者你住九龍 你想去其他地方踩單車 去大嶼山 你都可以有巴士 可以讓你拿單車上去 不需要你下下 可能要踩單車 不知去到哪裏轉鐵路 鐵路又要拆輪 那麽麻煩 可能那些大單車接近就可以 接近的那些 其實之後你就可以連人帶車 上巴士 去到東涌 然後你再去踩單車 去觀光 去欣賞一下我們這麽美的後花園 大嶼山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發展 大嶼山本土經濟的一個方法 我們經常說 為何大嶼山這麽多年 我們都只是沒有一個發展 每次都只是在東涌那邊 而一說發展 結果大家想起 一些起樓 其實可以是一些可持續發展 發展旅遊 都可以有一個可持續的發展方法 外國其實很多地方 亦都是鼓勵人家踩單車去旅遊 但是我們香港的政策似乎 就真的很落後 所以如果接近單車 可以上到巴士 可以上到入機場 東涌那些車 其實將會是一個革命性的改變 亦都是更加推動到一個 無煙一個環影 亦都好像區內的朋友 他們可能日常的交通需要 就是說什麽事呢 可能他們踩到某一個地方 然後轉成一個巴士或者鐵路 之後他們要出到市區 可能只需要一個很短的路段 但是如果搭巴士 或者要他們出到去之後再轉巴士 轉其他交通工具 其實亦都令到他們出行的成本增加了 大家都知道東涌其實有一部份的 居民都非常之是生活基層 如果他們可以帶單車上巴士 其實他們下車只需要開單車走兩步 即是踩兩步已經到他們要去的地方 亦都可以減輕了他們出行的成本 同一時間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一個低碳的出行方法 我們經常口說環保 口說要低碳生活 但如果政府這個配套都做不好的話 即是告訴大家 其實這個政府是講一套做一套 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下一節我們回來再講講其他事情 好 回到第二節的尖前故後 大家都知道我們尖馬之星 一直是這個星期六日 一直是十月的星期六日 我們都站在尖沙水碼頭 一直在做簽名的情況 接下來這個星期日 其實上次的節目我亦都講了 其實將會有一個Halloway的活動 到底發生甚麼事呢 其實就是因為左翼21的朋友 他們會有一個活動 就是一個遊行 就是在西洋賽街那邊出發 那天5時他們就會在那邊行人專用區出發 走沿著匯豐尖沙水分巷 之後就走過去188日 再之後就走去海港城 尖沙水碼頭一起搭船過海 過到佔領中環的場地 其實他們在講這個訴求到底是甚麼事呢 其實就是一些反對官商級血鬼 亦都希望喚醒一些人 不可以被大財團壟斷那些方面 就是要照顧一下民生那方面 其實我們千馬之星到時候 就會放了街站在五知其崗下面 好了我們就是在做簽名行動 繼續會聯同左翼21的朋友 就是一齊Halloway 和大家一齊電話慢 就是禮拜日三十號的五點鐘 至八點鐘那段時間 我們千馬之星一路都會繼續在白街站 歡迎各位朋友到時候 假裝鬼假裝馬來 一起去佔領中環 之後回來 我們剛才說到簽名的情況 其實這幾個禮拜日我們站了下去 發現原來還有很多朋友 都不知道政府 現在這個老天廣場計劃是死灰復燃的 其實政府可能做了一場很大的公關秀 表面上大家都看到 以為不拆 上次說了不拆 不好意思 其實真的還在拆六成 但當我們一說 那個影響到每一條線只有一個泊位 連巴士司機都走過來跟我們說 哪有可能可以做到這樣不塞車 我們平時來敦道塞一塞車 這些是我們控制不到的班次問題 一塞車兩架車連著回來拖卡 都成時有這樣的發生 兩架車的事小三四架就更加多 之後發生的事就是 到時候後面的車回到來 埋不到站因為只有一個泊位 塞死了在這裏 影響到所有附近路線的班次 之後一定塞車一定不夠放 政府到現在都是沒有一個實質的地方 可以回應到這一方面 只是回到來給各位的信 說不會有事的不會有問題的 數據攬不出來 之後發生的事就是 叫你撤回反對 這個世界是哪有這麼便宜的事 所以我們一定會繼續 在接下來這個星期六日 希望多些朋友下來支持我們 我們就會繼續在這裡搞簽名 一定要有足夠的數目 簽名數目才可以叫停這個無謂 和浪費公帑的計劃 為何說浪費公帑呢 還有一件事 因為政府到現在都根本還未拿出 要產平這個巴士公帑 建這個露天港牆 要花的時間 要花多少公帑 這些東西 它全部都還未能拿出來 所以我們又怎麽可以這樣謬謬言 去支持這些方案呢 各位市民 這是不可能的 要搞多少錢 搞高鐵都要拿出669億這個數目 再說到剛才48分鐘 或者可能有一些 在九龍西那邊 例如深水埗 戴國咀 甚至到旺角一帶 以至到可能在彩虹村 黃大仙那邊的彩虹村 深沐國雅大朋友 最近都接到不少單張 甚至到全香港 這麼多地方的朋友都看到 有些上網看到 我們尖馬之聲 會支持一些朋友名單 到底是什麽事 其實因為我們之前 一兩集都說過 如果沒有看的話我再說多次 因為其實有一班地區人士 或者區議員他們一直都很幫忙 我們尖沙水碼頭這個巴士總站 保育這個事宜 跟我們站在同一陣線 到今次的區議會選舉 我們亦都告訴大家 哪些人一直跟我們尖馬之聲 是走在同一個陣線上面的 所以我們就出了一個64個人 是64個人的名單 就是說哪些是我們現在支持 去參選的候選人 我們亦都很希望大家可以 去到我們的網頁參考一下 去看看到底哪些人 是跟我們走在同一陣線 如果你是支持 完整保留尖沙水碼頭巴士總站 這個活古籍活化石的話 希望大家亦都投下你們的信心一票 給這班朋友 令到他們可以得到一個議席 在議會裏面幫到手 幫到大家做事 幫到我們一起爭取 完整保留尖沙水碼頭的巴士總站 亦都是去到這個節目 我們今天實在我時間上 真的有限去準備這個節目 再說多些巴士專刑權 那件問題之後 我們今天的節目就會完結 巴士專刑權 我還有什麽意見呢 另一件事就是 機場巴士應該是設置有WiFi上網的 免費上網的服務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好像你們去到外國 一出了通常這個機場 好像甚至澳門那麽近 都好他們的機場本身 都是有一個免費WiFi服務 香港都有 但當你一離開機場之後 出城市的時候 那程巴士很多都暫時 大家發現是未有一個免費WiFi服務 機場現時 乘巴自己提供了 在機場快線 A線那些 是會有一個免費WiFi服務 但農運那邊一直都沒有做到 但大家都知道 A線本身已經比E線的車 是貴了的 車資 但如果A線收貴了 為何沒有一個好一點的服務 但其實說一句話 因為A線和E線有些地方 其實他們是不重複的 很多有E線就沒有A線 有A線就沒有E線的地方 為何不應該全面性推行 在A線號 E線號都應該有一個免費WiFi服務 方便一些遊客 他們一落地 接著乘巴士 出去市區的時候 都可以上網去找 例如開個Google map看看 例如或者找這個城市的資訊 去哪裏玩 其實那程車大概大家都知道 一個小時 如果可以讓他們更加快 去用到這個上網服務 去找到城市有名的資訊 對於我們整個旅遊業 對於他們來到香港的印象 都會大大加分 現在只有這個機場快線 是有一個WiFi服務 但是我印象中的 就是屬於PCCG要付錢 但是如果巴士公司 可以做到這個都會免費 其實投資也不是很多 但就會大大改善外地人 來到香港的印象 還有一件事 就是很多時候 大家說在新界那邊 乘搭的機場巴士 或者是東沖線的巴士 會否發現 他們很多都是沒有一個 跨公司的轉乘優惠給大家 例如我好像住在一條村 在新田圍那裡是沒有機場巴士 那我一定要乘9巴士 去轉農運那些A線或者E線的巴士 去到新城市中心那類 但是到時候大家 那一輛車是完全沒有任何優惠的 接駁那一輛巴士 為什麼我們九龍的新界那邊沒有呢 其實就是因為 九巴和龍運本身是同一間公司 他們的母公司就是載通國際 但是原來他們一直都沒有做好 這個跨公司他們九巴和龍運的轉乘 這樣變了很多市民 就無緣無故被那輛車資多了 或者為什麼這麼多區這麼多村 要爭取說要自己有機場巴士出去 要有機場巴士兜 可能在一個區內 不知道兜到頭雲眼都花 浪費了很多人的時間 然後才可以上公路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 根本上這兩間巴士公司 龍運和九巴他們經常用一個理由 就是說因為他們是不同的公司 但其實他們的母親沒有公司 不就是載通國際 其實他們應該有責任 去提供到一個轉乘優惠 還有他們當年去投標 當年載通去投標的時候 其實就是用兩間公司去做 其實就是說發生什麼事 就是發生到機場線新區 他們用了龍運那邊 只不過是分了一個帳戶出來 九巴原本一向是經營開啟德年代的機場巴士 為何不是用九巴牌頭去投標 而用龍運那邊 其實只是分了兩盤數 它可以有很大的借口 現在就是兩間不同的公司 各位還有 九巴早前不是發出盈利警告 這件事大家都看到九巴虧錢 九巴虧錢 但是他的母公司是大賺錢的 好像他的旗下一個 Rose Ho 都是屬於載通國際的旗下 但是龍運 九巴 剛才我所說都是屬於載通旗下 龍運是錄得盈利的 大壓的盈利 所以總共載通是賺錢的 其實你九巴虧錢 為什麼呢 就是抽了一些賺錢的部分 就是機場大魚生 變成另一間公司 你載通案市 這樣搞法 九巴盤數當然是噁心 當然是虧本 所以大家要看清楚 香港營運巴士不是會虧本 不是說沒有錢賺 只不過有人操控財忌 所以我們會要求到 我自己個人寫上的意見書 要求龍運和九巴 必須提供一個轉乘的車資優惠 如果不是的話 根本他們是同一間公司 同一個母公司 如果都不肯做這件事的話 其實政府應該考慮 將龍運的專營權 應該要撤銷 再拿出來公開投票 找更加適合的刑辦商 好了 今天的節目暫時到此為止 希望大家接下來的星期六日 也會來到尖沙咀碼頭 跟我們簽名 叫多點朋友 還有11月6日記得去投票 多謝大家